各位郑宝会计网校的学员朋友们 你们好 我们今天将进入2023考期 初级会计实务的导学班 我是主讲老师黄诚 我们来先进入前沿部分 关于咱们初级会计实务 各章有哪些重点学习的内容 咱们稍微说一说 首先咱们初级会计实务 一共分为八章内容 第一章叫做概述 那么第一章概述 他所学的内容其实是不少的 包括咱们会计的概念职能等等 但是咱们第一章重点学习的 应该是会计的信息指南要求 主要是八个会计信息指南要求 接下来的话第二章 第二章叫会计基础 会计基础最重点学习的内容 是咱们的借贷计账法 因为借贷计账法是整个会计 写分录的一个模板 我们会计的话通常来说 所谓的作战 作战你必须通过会计凭证了 而会计凭证里面又包括咱们的 记账凭证 而记账凭证必须运用借贷计账法 也就是说借贷计账法 是咱们基础当中的基础 如果借贷计账法学的不明白 后面的章节都不用再学了 为啥呢 因为后面的章节都会设计借贷计账法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三章 叫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 重点学习的内容是两项资产 一项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一项是咱们的存货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四章 第四章叫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 咱们重点学习的内容包括长期投资 当然这个长期投资里面最重要的是 长期股权投资 以及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以及我们的无形资产 这是咱们第四章重点学习的内容 接下来我们看第五章 第五章的标题叫做负债 那么这一章咱们重点学习的内容 主要是两个 一个是应付职工薪酬 一个是应交税费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六章 第六章叫所有者权益 所有者权益 咱们重点学习的内容包括实收资本或股本 以及留存收益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七章 第七章叫收入费用和利润 它是咱们动态的会计要素三个 那么我们重点学习的其实是收入和利润 费用它比较简单 但是收入跟利润难度系数 其实是非常大的 不是很好理解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第八章 第八章叫财务报告 财务报告包括咱们的财务报表 以及一些其他的事项 那么我们重点学习的内容是有两张表格 一张叫资产负贷表 这是反映财务状况的 还有一张是现金流量表 这就是咱们整个教材各张重点学习内容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看一看导学班所涉及的基础知识点 毕竟咱们现在这个班次叫做导学班 那么我们其实这个导学班主要要做的是基础的入门 主要是让同学们对会计有一个最基础的认识 能编一些简单的会计分路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导学班所涉及的基础知识点 包括哪些呢 第一个会计的概念 这个咱们要了解 第二个是选择发生制和收复实现制 这是整个会计核算的基础 咱们在真正操作的时候 大多数情况下用的是选择发生制 接下来第三个是会计的要素 六要素 资产负债所有的权益 收入费用和利润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第四个 是会计的等式 会计的等式包括两种 一种是咱们所谓的资产等于负债 加所有的权益 这是反映财务状况的 还有一种是收入减费用等于利润 这是反映经营成果的 那么接下来第五个 会计科目和账户 我们在做会计分路的时候 必须要有科目或者说账户 咱们才能把相应的会计分路做出来 接下来第六个 是咱们的基础当中的基础 叫借贷记账法 好接下来的话 第七个以及到第十二个 咱们会学一些基础的业务 包括原材料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正值税 收入费用和利润 这就是咱们导学班所涉及的基础知识点 那么我们作为初学者 其实是比较关心 咱们后续是如何来进行学习 或者说复习的呢 老师有没有一定的学习方法呢 我告诉同学们是有的 接下来咱们稍微的介绍一下 学习方法 首先我把这个学习方法分成了五步 首先第一步叫做用心听课 注重理解 请同学们注意我的表述 不光光是听课 是用心 用心去听课 老师所讲的每一个知识点 它或多或少跟咱们考试的关系 是非常紧密的 而且老师在讲的时候 并不仅仅只是讲课 咱们的讲课的同时 会告诉同学们一定的记忆方法 同时的话也会告诉同学们 如何进行应试 那么在这种情况你一定要用心的听课 另外的话我需要说明一个事情 咱们老师的话是没办法代替同学们 去记忆的 咱们老师只能提供一定的方法 所以说你的注意一个问题 咱们老师在讲课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注重理解这个知识点本身 因为老师能够做到的事 将书上会设难懂的语言 描述成咱们同学能够听明白的这种语言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核心点应该是注重理解 接下来的话第二个 听完课之后 也理解到这个知识点的意思之后 千万不要等很久才复习 必须要及时复习 及时复习的目的是为了 巩固你所学的知识点 接下来第三个 光是复习之后 我们真的巩固了吗 那老师何为复习呢 复习就是将咱们老师讲过的这个内容 包括讲义 你从头到尾再看一看 这就是咱们最简单的一种复习 那么我们复习完之后 一定要加强练习 所谓的加强练习 就是做题一倍 一定要做到融会贯通 因为做题 它实际上是知行合一的一种表现 我们经常有些同学会说一句话 说学的全会 一做题就废 那实际上就是没有学会 真是学会了 怎么可能做题做不会呢 所以一定要注意啊 你在做练习题的时候 其实就是将这个知识点 做一个进一步的融会贯通 再通俗一点 进一步的巩固知识点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看第四个 第四个是标示错题 精益求尽 老师什么叫标示错题 我们在做题的时候 一定会有做错的题目 那百分之百的同学们 那咱们一定要去标示 老师标示只是打一个符号吗 不是这样子的同学们 咱们标示错题的目的 是为了进一步的去巩固 进一步去复习 进一步去理解 举个例子 咱们为什么会做出题目 有几种原因 第一种原因 这个题你会 但是一不小心看错了问题 题目可能要求 咱们选择不正确 但是你选择了正确 这是一种错误 而这种错误的话 要解决的话 必须是平时的时候做题 非常非常非常的仔细 你一定要去仔细的 读这个题目 他的要求 第二种情况 就是你确实会 但是你就记不住 有这种情况吗 有 像这种情况 怎么解决了 越是记不住的地方 越要花功夫去记 第三种情况 你根本就不会做这个题 你对这个知识点 根本就没有理解透彻 在这种情况下 我不建议同学们 继续的去刷题 因为同类型的题目 你就算做一百道 你还是不会 而这种情况下的话 咱们标示错题的目的是 为了什么呢 为了你回到咱们的这个知识点 先看一看讲义 看能否看得明白 如果看讲义还看不明白 建议同学们 再听一听咱们的回发 就是我们所谓的录播客 再听一听这个知识点 有些同学肯定有疑惑 老师 我第一遍没有听得太明白 我难道说听第二遍 我就能明白吧 我告诉你 可以的 为什么可以了 每一个人对知识点的理解程度 是不一样的 有些同学一步就能到位 有些同学可能要反复的 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 其实黄老师 我当年在学习的时候 也会有这种困惑 但是我始终记得一个事情 就是说我反复的来 我反复的去听课 反复的去琢磨 总有一天 我能够把这些知识点琢磨透彻 我相信的同学们 也能够做到 虽然这种情况下的话 咱们三种情况 你的标识错题 并不是打一个符号 而是回归到咱们的讲义 回归到咱们的课程 将这个知识点完全的掌握 咱们最终要做的事 精益求尽 好 接下来的话 第五步 第五步叫做不断重复 必成专家 这个怎么理解了 其实就是说 将咱们一二三四 这四步 不断的这种重复过程 不断的重复 每一次重复 你用点心 每一次都会得到提高的 而且这个提高越到后面 它越明显 所以说这就是咱们所谓的 五步学习方法 我给同学们稍微的分享一下